粉丝提问,如果打中心脏能一击必杀且不能救,游戏会变什么样呢? 这个设定还是相当理实的,真这么改会如何呢? 1.狙击枪从此以后不打头 我们在线版本用狙击枪都喜欢瞄着头打,因为头部的伤害加成是最高的 很多弹挖军能瞄二击头三击头 可即使打到敌人头了也是被击倒,敌人的队友还是能救的 可现在打心脏也能一击必杀,而且是直接淘汰没办法救的 那么用狙击枪肯定都去打心脏了,而且弹挖剧用的人会少 玩家更心向于用连狙,因为射速快但容量多,反正打中心脏就没了 2.秒人将会更快 这样改,远战狙击枪秒人肯定是更快的,刚才也说过了 其实中进战的时候,全自动武器秒人也会更快 因为我们一般用步枪,机枪,冲锋枪都是瞄着身体打的 而每把枪都有垂直和水平后座力 开箱的时候说不定运气好就扫到心脏了 这时候敌人会直接击击,表人将会比以前快很多 3.喷子超级加强 这样改肯定会有超多人用喷子的 因为喷子的一发子弹有很多颗弹丸 只要这些小弹丸击中心脏也是一击必杀,不能救 那喷子就会非常容易打中心脏 随随便便就能秒杀人了 不管敌人穿的是击击甲 那时候的喷子才是刺激的神 小伙伴们,你们认为还有什么变化呢? 好啦,我们下期见哦